大家午安 我是金燕營 歡迎來到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兩個小時 國內外大小事 要用您聽的懂得話說給您聽 請來介紹這一小時的來賓 首先要介紹的是 台北市議員侯漢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立法委員王鴻暉 燕營好 大家好 以及資深媒體人陳輝文 大家平安 好 一開始要先帶大家 來看到的是 國民黨中常會 據說就會來宣布 到底誰要代表國民黨 出來挑戰大位 但在此時此刻 也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明年的這個選舉 不是只選總統 也要選立委 也有政黨票 那到底整個政黨 要如何來看待這件事情 昨天晚上這個人跳出來了 他是謝隆介利用蓋森 他怎麼講呢 他說2024他不想缺席 宣布要爭取不分區的立委 他說如果是把他送到 立法院裡頭的話 其實解決了很多事情 包括長期以來 台南市都多久了 沒有看到一個國民黨籍的立委 那他說也要全力來追查 民進黨的這些不公不義 貪腐 把這一些事情 通通攤在陽光下 其實在我們這個節目當中 每一次龍蓋森來的時候 包括我們 包括霍文哥都會點一下 講說 這個其實國民黨 應該好好利用這個 謝隆介這個人才 把他送進不分區 每一次龍蓋森都笑 沒有回應 但為什麼 什麼時候把他逼出來 讓他不得不在這個時間點 出來自己主動講這個話 因為其實自己來講 總是比較不好意思對不對 大家就來講了 是不是是因為 現在不講 可能沒機會了 因為四年前 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當時大家也說 謝隆介要進不分區 有 有在不分區名單裡頭 但是結局是什麼 排在第15 在吳敦義的後面 大家問到當時的黨主席 吳敦義的時候 他是這樣回應的 他說 沒有 森多周少 所以沒有辦法列進去 安全名單裡頭 但是他也希望 可以繼續保持愛國愛黨 敬愛人民的心 是這樣的回應 但是大家就在想 其實在上一次的 這個市長選舉 到這一次 難不成 國民黨到底有沒有 真的想贏這件事情 大家開始會打個問號 當然 黨主席朱立倫會說 他現在就是以 絕對的勝選 來作為全局的佈局 今天看到他 有動作了 中午的時候 據說又再次的去郭台銘家 再會面 昨天晚上才講過 怎麼今天中午不到24小時 又再見了 到底講些什麼 外界是物理看花 到底是不是去跟他 告知徵招的結果 已經有定案了 又或者呢 其實是要給他更多的資訊 來說服他某些事情 不知道打一個大問號 可是有動作 本來昨天晚上 這個立法委員 陳玉珍 一直以來挺郭的 告訴大家 11點他們要開一個記者會 突然之間早上告訴大家 記者會取消了 就在記者會前一個小時 還有本來原定今天晚上 說是由聯電的這個榮譽副董 宣明志要邀請所有的 國民黨中常委參序 也取消了 這代表著什麼呢 大家就在講 是不是已經無懸念 原因是因為有知情人士 告訴媒體 侯友宜出現的機率 還是大於郭台銘的 原因就是 裡面好幾份的民調 侯都是贏的 然後呢 接下來 黨內的徵詢意見 好不好 據說問了立委 問了縣市首長 大部分也都是支持侯友宜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 就是如何整合 但是大家也要問 如果說真的一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認為 侯友宜是最強母雞 但是為什麼那個時候 當朱立倫說 要幫候選人排除障礙 後來郭台銘出來的時候 又把郭台銘給拉進來 這種感覺就會讓大家講說 如果不分區的立委 感覺跟四年前很像的話 這一次是不是 也跟四年前有點像 因為那個時候 好像也是已經說 要提名韓國瑜了 結果郭台銘說要報備參選的時候 吳登義當時也愣住說 傷腦筋耶 這該怎麼辦 這一局大家擔心的就是 會不會讓四年前的事情 再次重演 就是現在所有 包括偏藍 或者是非綠陣營的人 最在意的一件事 可能民進黨也很在意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知道 誰要出來打對台 看看侯友宜 她在她自己的臉書上頭 宣傳兒童安全日 她的開文是這樣子 她一開始的時候講說 健康幼稚園的火燒車事件 31週年這一天 再加上最近台南這個三歲女童 在斑馬線上被撞死的意外 憨事 讓她其實非常有感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守護安全回家的路 好 這麼一篇PO文 結果民進黨攻擊侯友宜說什麼 說你怎麼把這件事情再拿出來 是再拿出來講 叫做表面功夫 讓新北市政府就在講 說不是 第一 她是以這個市長的高度 來講這一件事情 那從頭到尾 當然 31年前 侯友宜的兒子在這些車禍當中 過世了 不幸過世 罹難了 好 可問題是 她這邊PO文 也沒有避免用父親的角度來談論 用市長的高度來談論 用市長的高度來講 現在應該要幫孩子守護安全回家的路 到底跟所謂的表面功夫有什麼關係 又或者在人性之前 政治就會這麼樣的愉悅人性嗎 這是大家想問的一件事情 現在到底要怎麼樣來看這一次的大選 有一個最新的民調先帶給您 好 這個是藍營提名誰現在講 講說賴清德 侯友宜 柯文哲 三個人比在一起的時候說 賴清德跟柯文哲都是贏過侯友宜的 另外如果跟郭台銘放在一起的時候 賴清德依舊領先39% 但是郭台銘卻是會贏過柯文哲 這樣子的一個講法 還特別告訴你一件事 就是如果國民黨提名的是侯友宜的話 在黨內會有4%的人會因為挺郭改而投柯文哲 也就是就是不投 侯友宜 這個民調出來想要帶給大家什麼樣一件事情 什麼樣一個觀點 民調數字太多了 但是要如何解讀 我們要來請教我們的嘉賓 好 首先要問到洪威姐了 怎麼樣來看 謝龍介 龍蓋生這件事情 當然要自己推薦自己 台灣總是會覺得說不好意思 要這樣搞到自戒 但也有人說這個時候不講 恐怕沒機會講 我覺得該自己推薦也就自己推薦 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覺得龍蓋生他有沒有資格 當不分區立委 當然有資格 太有資格了 所以我覺得他自我推薦沒有什麼問題 當然事實上我自己我個人 我在前一陣子 應該也是在我們大白話裡面 我有公開說 其實我主張讓謝龍介 進入不分區的安全名單 其實我認為不只謝龍介 包括我們選平同選得不錯的 蘇振興 還有我們選高雄 蘇振興是 對不起 還好你修正我 我真的非常感謝你 對 蘇振權委員 還有柯志恩當時選高雄 也選得風風火火 大家都知道在南部 國民黨可以算是一片沙漠 但是在九合一大選裡面 這三位這個縣市長候選人 事實上都開出非常好的成績 我覺得潤宮欣賞吧 不分區的名單 給他們三位安全的名單 我認為並不為顧 所以不要說謝龍介他要自建 我也會推薦他 而且我相信很多人會推薦他 所以這點我當然不太曉得 你們看一下為什麼在 現在幾乎大家的美光燈 全部都是在這兩天 到底總統候選人是誰 這個時候他提出來 因為我覺得會轉移焦點 我覺得這個時機選得不是太好 但是我們今天大白話 把這個題目開出來 我再一次的重申 我支持謝龍介進入不分區 而且是安全名單 不要像上次一樣 調來調去 調來調去 這莫名其妙 這個一點誠意都沒有 然後一點感情都沒有 然後一點輪功欣賞的味道都沒有 最主要在他前面的那些安全名單 當然很多都是我現在立法院的同事 但是我覺得在上次的那個錯誤 覺得不要再重蹈覆轍 這是第一 第二 這兩天 大家幾乎全部都在關注 就是明天的中常會 會不會順利的征召提名 我剛才還有人傳給我 就是一個最新的消息 就說在中常會裡面 以邀請包含侯友毅 因為侯友毅他自己是縣市首長 北北基陶的縣市首長 都會到中常會上 大家感覺這個味道 北北基陶為什麼到中常會上 應該就是大家要手舉手了 是不是要完成征召提名 再加上今天有一些 很戲劇性的變化 比如說11點 本來陳玉珍說委員 他說他開記者會 或者剛才講 本來要選中常委 好像有個宴請也臨時取消了 那昨天晚上 朱立倫朱主席 他又分別借了郭台銘 侯友毅 這個訊息整個是大爆炸 那我要講的是 第一個 我還是希望 當黨中央最後提出 這個征召名單的時候 他必須要有科學根據 沒有錯 其實我們後來決定徵召 事實上是給了黨中央一個空白支票 也就是說你要本於一個公平公正公開 而且是以我們贏得2020大選為最高目標 最高目標不能有任何的私心 也不能有任何的這個包幣 武幣等等之類的 那在這樣的一個原則之下 我們給黨中央一個公開 一個這樣空白的支票 那所以我覺得明天所公佈出來 他要有一些科學根據 什麼叫科學根據 應該恐怕就是民調結果 那民調結果我們當然也知道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眼花撩亂 有的時候會有營營 有的時候過太明營 但是營來一去 可能就在那個三趴的中間 甚至有一些是有目的性的 對不對 那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提出來 以福重 第二個 我在這邊直接的拜託 我現在用拜託兩個字 我們的中常委 不要在明天大鬧一場 你在大鬧一場是什麼意思呢 我真的覺得 在這一場裡面 我認為這兩個主帥都寫 跟他的團隊 都展現了一定的克制 並沒有惡言相向 他們都是各自去努力 但是我們現在如果在中常委裡面 大家這個 劍拔弩張 旗幟奔明 真的是要幹什麼呢 只是讓我們的支持得更加焦慮而已 要提醒大家一點 除了2020總統大選之外 我們還有立委的選舉 對不起 我非常現實 因為我也參加這次的立委選舉 所以如果我們在 現在其實已經是很混亂的局面 第一個 中常會裡面不要亂 第二個 當正式的徵招提名之後 這些混亂 絕對不能延續到徵招提名之後 否則的話我們總統大選真的不要選 這個洪威姐算是當事人 所以他心裡頭也講說了一下自己的話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原因是因為 你看今天突然的一個變化就是 朱立倫昨天晚上去 今天中午又去 那是不是表示有些事情 昨天晚上沒講好 今天中午必須再去 不知道因為通通都是三間齊口 然後幾個訊息我們剛剛講的 本來早上陳鈺正的講法是 比他分量還要重的人 還要高的人 來出來開這個記者會 取消了 晚上薛明志這個 宴請中常委的取消了 不要忘了 他明天其實 據說郭台銘這邊還有申請了 旁邊空地的路權 韓友會這兩天也申請了 國民黨部前面的路權 那大家就會擔心 會擔心說結局公佈之後 會不會讓大家覺得亂 這個是剛剛洪威姐提出來的 要請教惠文哥怎麼樣來看 這個剛剛王洪威委員提到 柯智恩跟蘇清權 這個就讓我很遺憾 原來王洪威沒有看我的臉書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個都當過了 這兩個都當過部分區的立委 所以這個用排隊的 應該排到謝龍介了 你們在馬跟豬之前的時候 都當過部分區立委 應該是要換謝龍介來當 我當然是無條件的聲援龍介兄 但是這個彥宇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怎麼會是用爭取的 不分區是用爭取的嗎 不是 不分區哪是用爭取的 這個就是政治權貴的密室協商 就跟剛剛王洪威委員分析 這個明天到底要徵召誰 他沒有規則 國民黨的不分區怎麼產生的 誰跟你講怎麼產生的 沒有任何的規定 說你的民調幾% 或是你為黨的貢獻有多少 他沒有任何的條文 沒有任何的規定 所以為什麼謝龍介 就剛剛講說 為什麼謝龍介在上一次的時候 被一直挪來挪去 就吳敦義要挪就挪 對不對 現在看誰 當時看朱立倫 朱立倫他當主席 他要不要把謝龍介安排在裡面 當然是有朱立倫決定 朱立倫跟謝龍介很好嗎 一點都不好 謝龍介不是朱立倫的人 他怎麼可能去安排謝龍介這樣子 那龍介兄他希望說 能夠先當不分區立委 再去選台南 這樣的一個設想 我們是尊重 但是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之前國民黨有兩個 不分區的立委 就是走謝龍介的模式 我先當不分區立委 然後到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我回去選縣市長 有兩個成功的 一個叫徐真衛 徐真衛為什麼成功 因為他老公是傅昆奇 就是傅昆奇把他的縣長 交給他太太 這有什麼花蓮王 另外一個是張立善 他是張榮衛的妹妹 這是雲林的縣長 那他那都是地方家族 謝龍介有這樣的條件嗎 沒有 所以龍介兄就算 這個好不容易 在大家的聲援 擠到的部分區的名單 你說這個四年之後 黃偉澤不能再連任了 謝龍介回台南 選台南市長 很容易嗎 也不容易 也是苦戰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你要想想看說 為什麼像這幾個 剛好這幾個也是 像侯漢庭 侯漢庭算是藍軍的 王洪威 謝龍介 有什麼像之前這個 印尼另外的來賓 像游淑慧 徐曉欣 為什麼這些人 年輕人 漢庭我認為是藍軍 為什麼他們都這麼壞命 為什麼 因為我都不認識他們爸爸是誰 他們都沒有什麼權貴 曉欣他家以前開早餐店的 你說他爸爸是誰我也不認識 游淑慧的媽媽是誰我也不認識 他們不是那種 國民黨的那種權貴之後 在國民黨 像謝龍介爸爸是誰 誰認識 我也不認識 謝龍介在地方有什麼派系 也沒有 這種人在國民黨裡面是很難生存 很難出頭的 你就沒關係 你就沒法子 謝龍介 像王洪威 徐曉欣 游淑慧跟侯漢庭靠誰 靠觀眾朋友 靠各位網友 你們來收聽對不對 如果 如果國民黨裡面都是 你爸爸是誰 他們是誰 然後你才能夠 才能夠當部分區 才能夠去選什麼 那這個黨就完蛋了 對不對 我們就是要鼓勵這一種 一窮二白的 沒有關係的 沒有背景的 像當初王洪威他議員連任之後 我到底要不要去選立委 你就去打賽 他被罵得半死他還贏 對不對 我們要鼓勵這一種的 其實另外的黨 我不是幫國民黨 另外的黨 我也是一樣的標準 沒權沒事的年輕人去選的 我們都給他加油 希望這個部分區的龍介兄 因為我跟各位解釋 是我的結論 部分區只能當四年 你以為你是王津平 柯建民 一直連任 你吃得比較壞 部分區只有四年 所以龍介兄如果擠進安全名單 後面的下去台南選 也是苦戰 來 漢庭 先謝謝惠文哥的肯定 感謝我們一定繼續努力 也感謝觀眾的支持 也請各位觀眾 繼續要每天鎖定 我們新聞大白話 按讚訂閱加分享 好 那當然這個龍介兄 然後他要爭取不分區 我覺得看到就是要爭取 這兩個字 因為表示說到目前為止 黨中央還沒有徵詢過他 或者可能黨中央 曾經有拒絕過他 所以他才必須要出來爭取 否則如果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 跟他講說你放心 未來名單一定有你 那他也不必要在現階段 來去做爭取的動作 那麼當然 這黨中央如何思量 我們不得而知 也可能好意在想 現在都忙於郭侯之爭 所以話題回到郭侯之間 值得慶幸於肯定的是 雙方兩人到目前 彼此沒有惡言相向口出惡言 為未來的團結留有餘地 想一想 就是連當年的謝長廷跟蘇貞昌 轉移焦點不能改變涉案事實 最後都可以團結了 蔡英文跟賴清德請不要用網軍對付 沒想到自己會被偷拍 這樣的人最後也是團結 所以如果未來郭侯之間 某種程度的團結或者是整合 也相信是泛藍群眾比較樂意所見 第二個從最後這個 林傳媒的得票可以看到 就所謂郭台銘應該是能夠分到 一部分柯文哲的選票 而從柯文哲所透露出來 所謂他們在十點鐘夜談的內容可見 就是郭跟柯之間仍然有某種程度 合作的可能空間 不論是所謂的政府空間 或者是行政院長 或者是聯合內閣 或者是區域上面的立委 那柯文哲相較於侯友宜跟郭台銘 比較有更互動溝通以及互信 這點是肯定的 那正也因此到目前為止 綠營也好或各種的輿論 風向就會比較亂 或者講綠營他想要去帶風向 他想要刻意的去操作就比較困難 因為現在綠營來說 他也分不太清楚 到底可能誰會比較好打 你說如果侯友宜好打 對他沒那麼好打 為什麼呢?因為他過去能檢驗的 都被檢驗光了 他沒有什麼黑歷史跟黑資料 但是在綠營來看 侯友宜跟柯文哲合作空間極低 所以只要藍白不合 那麼賴清德就能夠穩贏 但另一方面來看郭台銘 綠營也覺得郭台銘 從他個人上面來看可能也好打 為什麼?因為他常常心直口快 他過去可能還有很多的歷史值得檢驗 或者是值得要被批評 可是郭台銘有可能和柯文哲合作的空間 那一旦有藍白和的空間跟機率的話 雙方一合賴清德就鐵書 所以在目前來看 綠營自己都很傷腦筋 就他們沒有辦法主導 或者主觀認定說 誰出來一定是對民進黨有利 因此現在所反映的民調 才很可能是最接近於現實的狀況 我們剛剛講了民調其實非常多家 也不是只有林傳媒這一家 但問題來了就是 到底他們這幾天密集的在密會 講些什麼 三間齊口 明天應該就會見分曉 當然大家也諸曬在意了 明天見分曉 然後之後呢 真的就能團結了嗎 我們先進廣告 各位觀眾我們平安 歡迎收看TBS新聞大百話 我是王淺秋 首先介紹這一節加入我們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時事評論員 朱學恒 朱大 各位大家好 資源媒體人羅有志 淺秋好 大家午安 資源媒體人謝寒冰 土成好 大家好 國民黨明天就要正式公布 提名徵召的候選人 不過今天已經提前炸鍋了 怎麼說 可以說是類公布的概念 今天在各報 包括大家媒體人 大家各自得到的消息 幾乎都是一致的 就是國民黨內其實已經確定 要徵召喉友誼了 只有差時間點的公布而已 那麼因此今天本來今天上午 陳韻生在節目上還講說 11點還是有個堅持要挺鍋的大會 是從地方上各個樁腳 還有很多的地方人士 都要趕上台北來表達 要求黨中央提名郭台銘 這樣子的一個記者會 臨時喊咖了 晚上跟中常委的餐序也取消了 那麼這餐序取消 又有這個活動取消 現在還傳出來什麼 凱道上要有抗議行動 現在被側翼傳得如火如荼的 但目前為止都說 都只是反串的 這都不存在 這說一切的原因都在於 郭台銘現在希望這些活動先取消 關鍵在於昨天晚上 朱立倫是不是先跟兩位都間冷面了嗎 包括郭台銘 包括侯友宜先後討論的結果如何 根據很多消息都指出同樣的訊息 是說朱立倫向兩位都說明了 不管是全民調的結果 還有跟立委拉 跟地方縣市首長爭詢的結果 都指出要徵召侯友宜是沒有懸念的 因為民調上也一直都是侯友宜所領先 但一直領先一直領先 那麼或者是更早都已經 配合時間點 配合侯友宜的諮詢時間 這個時候讓郭董撩下去 花了這麼多資源 幾乎是大牌進出的概念 想盡辦法要爭取這個位置 這樣子郭台銘如何下台 當然明天的徵召 是不是會有郭台銘的參加中常會 據說今天也是邀請他參加的 但是現在到底怎麼收拾一些挺郭的地方議長 現在急奔到郭家去商討對策 還不知道接下來下一步的決策會是什麼 另外有一個林傳媒的獨家報導說 其實這有內幕 這個當然是有待進一步查證 但是內容提到說 黃建廷秘書長就曾經 在3月份去見過郭台銘提出一個提議 說讓郭台銘不要選總統了 改列國民黨的部分去立委提名 第一名 而這個內容報導是說 如果他把位子總統的選舉讓給侯友宜 那時候郭台銘可以以部分區立委 進逐黨內的立法委院長 當個素人院長 在國會推動藍白河法案 或者是各種的運作 也是一種合作的模式 是啊 但當時郭台銘是沒有給予正面的答案的 但無論如何 什麼說要當立法院院長的 也有這家爆料 我這家董事長就說 韓國瑜就是要選什麼不分區立委 然後到時候要到立法院院長 就搞了半天事實上根本沒有這回事 而有沒有可能是郭台銘往這個方向來發展呢 當然今天來贏的支持者很多人炸鍋了 不管挺鍋的挺猴的 都不知道現在怎麼回事 現在幾個相關的民調陸陸續續出爐 包括台灣民意基金會 而這份零傳媒的民調裡頭是 郭台銘超車了侯友宜 但是有一個關鍵的指標是說 2024年誰是民眾絕對不投的人是誰 絕對不投的人 其中第一名是賴清德49.13 郭台銘43.36 而侯友宜是42.71 即使絕對不投 所謂有這樣的民調數字是賴清德 那要怎麼樣 因為其實除了民進黨之外 其他的民調賴清德還永遠都是第一名 怎麼個撒卡都之下 他都還是贏的 尤其是拿掉了郭台銘之後 接下來支持柯文哲的民意 又怎麼往哪裡移動呢 還有待觀察 這一次藍營 不知道最後明天提名之後 會是什麼樣的局面 但是這個亂局跟不分區有關 其實是跟吳敦義當時2019年提名 很擔心重演一次 我還記得嗎 當年2019年就拉郭台銘進來 突然頒榮欲壯 然後取得了總統參選 初選的資格之後 然後自己再把 吳敦義再把自己列入不分區前面 提得滿前面 後來被罵一罵往後提 還記得當時的眼淚 結果謝榮介這一次就不滿了 他當時上一次不滿 這一次就跳出來說 我這一次不能再缺席了 除了這一次台南縣 台南的地方選舉 其實有他的戰功之外 也要求國民黨他能夠爭取 不分區立委提名的模式 這沒辦法 郭台銘其實上一次 已經出現一次這種狀況 怎麼現在可能又要來一次 是不是會有一點情何以堪 兵哥 所以其實我到現在 還是看不懂朱立倫這一局 到底在玩什麼 因為你現在搞成這個樣子 然後中午的郭董議記者會請起取消 聽說中午他要去跟朱立倫再協商一面 那如果說中午還要再協商 這聽起來就不是一個太好的訊息 為什麼 因為昨天已經見過面了 如果昨天據說 這是媒體講 我也不知道真實發生什麼事情 據說是朱立倫拿出所有的科學證據 科學證據然後對他小以大意 說他各方面都輸給侯友宜 所以要郭董認輸 那再來講 如果郭董認輸 昨天晚上就已經談好了 那今天中午還要談什麼 還有什麼可以交換的嗎 國民黨有什麼東西可以交換 我真的搞不太清楚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 那個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面那個陸權 那個郭董的粉絲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看明天會不會直接開夜市 就知道到底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我是覺得朱立倫這一局玩得很怪 那現在你完全看不出來 你說你這樣子能夠整合郭台銘嗎 看起來好像整合黎莉拉 我不知道他到底整合到哪裡去 然後還有一個 柯文哲你也沒整合進來 柯文哲看起來如果是這種狀況的話 恐怕你是根本整合不了的 那請問一下這一局到底要怎麼玩 我是搞不懂 那至於黃建廷講這個 叫郭台銘做不分區第一名 我不認為郭台銘會接受這種東西 這個聽起來就很奇怪 好就算不分區第一名請問一下 就算國民黨能夠跟民眾黨合作好了 聯合組閣好了 請問一下 你確定立法院已經拿得到手 你們有辦法過半嗎 我都很懷疑 所以我覺得對郭台銘來說 他如果拿不到總統的話 去拿一個立法院院長 我是搞不太清楚這個算盤到底是什麼 那韓國瑜就更扯了 我就覺得 所以吳董不知道哪天睡覺做夢夢到 我搞不太清楚 這個就是有點胡說 可是林傳媒這個民調 不管你相不相信 你看這個被討厭度 看起來好像賴清德最高 可是你仔細看的話 其實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有超過四成以上的人討厭 所以表示2024真的是 出來的是目前看起來的四個候選人之後 每一個都有超過四成以上的人不喜歡 那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沒有一個是眾望所歸 我以為都是大家都很賭籃的人跑出來選 是這樣的意思嗎我不知道 那如果說現在沒有郭台銘的話 就算侯科佩能夠贏得了賴清德嗎 看起來也很難講 因為賴清德雖然討厭他的49也沒有過半 那他一個人他只要拿到四成以上的選票 他可能就會贏 所以我覺得現在看起來整個情況 對藍白這邊是極端不利 更何況藍軍自己內部 看起來還雜音非常非常多 吳敦義2019年搞的那一團就不用講了 那現在 謝榮介也說他要出來選部分區 那部分區又不是用選的 部分區這個排名是由黨中央去規定 那上次吳敦義講說生多周少 我就不知道生怎麼多了 然後講上次阿齊名單的時候 很多人根本聽都沒聽過 我真的不知道這些人是誰 然後為什麼這些人可以排在謝榮介前面 我也不知道 那國民黨永遠都是一部 他們的機制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 甚至只有黨主席一個人才知道 我就不知道這樣要怎麼樣去整合 要怎麼樣去讓大家團結 這看起來就是一場鬧劇而已 其實還有更扯 現在網路上正在傳一個說 馬上國民黨相關人要去凱道 抗議黨中央的 什麼韓國瑜也要參加的 這種梗圖跟側翼的留言 我剛剛都查證過都是假 一下節目也要去嗎 沒有 我都查證過都是騙人的 所以就是表示 有一群人很希望國民黨 就這樣亂下去 最好明天這個大戲落幕的時候 就成為國民黨亂局的開始 但是郭台銘也早就講了 他不會當副手 沒有要搭檔 那這一局到底怎麼解決 朱大 我覺得朱立倫還是規劃一下 明年敗選之後你要去哪裡玩好了 這個事情 我想除非朱立倫有這個通天之能 否則國民黨的命運 大概已經底定 賴清德反而應該現在 先舉辦一個慶功宴 明年再吃可能沒有空 那我覺得國民黨真的 廢到令人發酵 我都不知道要怎麼樣子說 就是這一局其實 你知道國民黨 如果有在仔細看自己的政黨 認同度的話 有比較多人 願意爭取你的總統候選人 其實是加分的 因為大家都覺得 好棒 這個人也要 窈窕淑女 君子好球 你也要我 我也 可以考慮要不要接受你的時候 選民的榮譽感 跟知識度是往上升的 那但是在一個搞不清楚 規則的競賽裡面 你能夠想像 古代比武招親 打到一半之後 忽然決定大家猜拳決定嗎 那結果現在的狀況就是 猜拳還比較公平好不好 不是 猜拳還靠機率 但是現在有一個人跳出來說 不好意思 我就他爸 我告訴你 我要你 那你要怎麼讓民眾浮動的心 能夠沉穩下來 我覺得以朱立倫的能耐 看起來他是沒有能耐 我都沒辦法想像 怎麼會把這一局可以打成這樣 所有可以曝光的人 可以露臉的人都露臉了 然後國民黨內部 撕裂再撕裂之後 你告訴我說有科學證據 我真心不信 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不管是猴鍋誰出來 國民黨內部在經過這一番 翻角之後 那個傷痕還是在 不要再騙 不要騙人家了 跟我講說什麼 地方派系一定支持 會出來的人都沒有 對不起 目前看起來 都不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朱立倫要怎麼整合 要怎麼去安排 不過那是他家的事 我覺得我們能夠講的是 因為民進黨的確做得很爛 我們只能說 那我們能夠努力爭取 像我們這些 既沒有國民黨黨籍 也沒有民進黨黨籍 當然更不是民眾黨黨籍的人 只能爭取明年民進黨 不要過半 他不要再讓他完全執政了 因為過去幾年 民進黨完全執政的結果就是 不管乙和養綠有沒有過 他照樣反核 不管萊豬公投 什麼結果 他照樣進萊豬 什麼東西都是他說了算之後 現在我們 我坦白講 你知道嗎 連一蘭拉麵 現在都不24小時營業 是啊 那你覺得是怎麼樣 一蘭拉麵沒有人可以 24小時營業是 是中共認知作戰嗎 是共匪把我的人偷走 太可惡 我覺得現在人民生活 過得真的不好 如果你投不到你想要的 總統候選人的話 請你不要再把立委選票 投給現在的執政黨民進黨 有這怎麼看 因為當然 明天黨中央最希望的就是 這兩位想要參選的參選人 都一起在黨中央一起喊 團結 然後徵召侯友誼 然後一起邁向勝利 但現在的機率 看起來不知道如何 但雙方支持者 實在是非常的激烈 白熱化 明天就看郭台銘會不會出現 郭台銘出現 核的機率就高 郭台銘不出現 你們就等著看 檯面下的動作了 其實黨中央跟民意真的有落差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國民黨這次的徵召 大概就是先問過立法委員 對不對 立法委號稱20比4 你相信嗎 好 這個數字已經是不可考了 因為是徵召 沒有可考 第二 還要問過縣市長 地方縣市首長 縣市長通常不太會表態吧 如果依我對他們的了解 他們不可能對著電話 哪怕說我絕對不會說出去 然後說我挺郭 應該不太容易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問號了 再來就是中常會了 很顯然的中常委 其實大部分是支持郭的 還有提名提連署 提連署 這種話都敢講出來 對 29席的中常委 對國民黨來講 是跟民意比較貼近 跟黨員比較貼近的 但是現在傳出來中常委 本來要抗議要做什麼連署 全部都沒了 明天郭台銘如果出現 這些地方民意 你等一下再去看一個 詹江春的臉書 詹江春直接問了 什麼叫地方民意 詹江春說他問到議會了 所有的議員 郭跟侯的比例 對郭 詹江春只用兩個字 三個字 多很多 如果連桃園的議會 都是這樣 他沒有要問議員 他只問立委的勘戰 或者是立委參選人 是有挑的 所以詹江春你懂我意思 黨中央問的立委 跟中央的那些人 跟地方民意的是有落差的 你應該要怎麼去看 你要怎麼受傷 這個比較重要 到底明天有沒有辦法 牽起兩個人的手 會不會翻桌 我覺得郭台銘這次成熟很多了 他應該不至於會再用什麼 而且有宣明志這些人在旁邊 因為他也沒黨可退 你要退他哪 你要退什麼 他要入黨 入黨 入黨再來收編抗議 然後再把人換掉 不是啦 講太多了 我覺得這一局不容易 是因為本來 你只要定於一尊就解決 你只要和柯就解決對不對 現在你除了和柯之外 你還要多一個和柯喔 你讓郭台銘已經花了這麼多 力氣 金錢 資源 賣老命去拚 你本來和一個柯就好 你都要和一個柯 你知道有多麻煩的事 再來剛剛兵哥講的 那四個人的討厭度 現在要講藍白河 什麼叫做大跟小 沒有大小問題你知道嗎 如果今天就是要和柯配 其實地方已經在傳和柯配了 一個月前就開始在操作了 所以到柯文哲家 才會有那兩句話出來 連遊戲規則都不知道 不要把話說死 已經有人在喬侯柯配 我相信柯文哲接過很多次 國民黨的電話了 問題是來 42.7討厭侯友宜 跟42點多討厭柯文哲 兩個加起來之後代表的是什麼 更低嗎 不是啦 我今天跟淺秋兩個人 有一群人討厭你 一群人討厭我 兩個加起來都能變少了 我應該輸你了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 應該討厭我們兩個 組合的更多吧 所以我覺得越來越麻煩 我覺得先觀察一個重點 明天看郭台銘會不會出現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要看的 一個指標 明天真的是不知道 要怎麼收拾這個後果 當然今天已經是累公佈了 明天正式公佈 會多出什麼資訊嗎 我們明天再來看看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各位觀眾朋友午安 歡迎收看TBS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淺秋 首先介紹這集加入我們討論的來賓 第一位是時事評論員朱學衡朱大 各位大家好 民眾黨立院黨團副主任楊寶貞 大家午安 直線媒體人董志森 大家好 今天終於千呼萬喚 國民黨黨中央終於要提出 他徵召了人選 但這個結果其實 大家早就已經知道結果 那以至於今天大家看的重點 反而是到底郭台銘 有沒有機會到黨中央去 當然最新今天上午本來 還有宣布上的落差 這個郭台銘方面的幕僚說 根本沒有被邀請 那國民黨中央說他不去 後來統整了一下說法 最後由發言人出來說 會在適當的場合再邀請 目前並沒有特別邀請郭台銘 所以今天的這個中常會上的宣布 只會有侯友宜和中常委嗎 那麼確定徵召侯友宜待會兒 現在同時我們會隨時幫大家關注 如果在國民黨中央的中常會 有最新的發布消息的話 隨時幫大家連線 但無論如何 郭台銘也在中常會之前 自己發布了聲明 他說信守承諾支持侯市長 下架無能政府 也就是說他承諾什麼 承諾說會團結 所以沒有賓賭 他就說恭喜侯友宜市長 獲得了徵召提名 他自己本身有沒有訝異呢 有沒有這個不喜歡 可能多少有 但是他最後選擇的方式 是用這個比較團結的 高度的這個肯定的態度 來面對這個結果 他說恭喜侯友宜成為 國民黨內最好的人選 不過待會兒中常會上觀察 可以看到少了盧秀燕 因為國民黨中常會 本來這個場合 要展現大團結的時候 郭台銘已經不去了 但盧秀燕為什麼不去呢 他的親自請假理由 是因為終結上一次的意外事件 整個工作還沒有告一段落 所以他必須要留在台中 那麼同時 國民黨下午要先排之後 待會兒馬上 現在正在進行 媒體甚至警方 有大批的人馬進駐 而且看起來是很為安的感覺 好像怕會有暴動 還有甚至有耳挺韓 啦啦隊等等 大家在現場等著 我們看到朱立倫 現在已經就位在現場 大批的媒體都等在現場 待會兒如果有隨時新的談話 來幫大家插播 但無論如何 現在侯友宜一樣 面對哪些問題呢 第一個當然是民黨議員 又開始要抓住他的所謂 落跑的議題了嗎 他呼籲 你要留在新北 神預算不要跑啊 那麼甚至還有罷免 侯友宇社團 也在就位了 但是要落跑有很好工嗎 想想過去 賴清德落跑的歷史 跑更兇 隨便擔任國大落跑選立委 立委任內落跑選台南市長 市長任內落跑選 街行政院長 每次職務轉換超過任期一半 請問侯友宜 現在已經擔任過一任 那麼連任的這個現況 拿來攻擊 會是有個可能嗎 其實還有個重大的議題 叫做能源議題 能源政策是什麼 因為在四大公投的時候 對於核四議題 侯友宜的意見 是相對跟當時藍軍的立場不一樣 因此無論如何 這一次他要怎麼對能源議題 尤其現在缺水缺電各種議題 還是在他對於核能的政策 跟意見是什麼 這一次也沒有辦法再迴避 過去他可能不直接回應 用這樣的方式來帶過 這一次恐怕是沒有辦法了 還有再來兩岸議題 也是所有候選人沒有辦法迴避的 九二共識 何友宜上一次在議會裡面公開講過 他反對一國兩制 那麼郭台辦回應囉 回來辦發言人馬曉光 特別針對這個事情回應說 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這個政治基礎上 要重啟兩岸談判 是現實可行的方法 當然到底中華民國是杯子 台灣是水這個論述 是侯友宜提出來的 跟蔡英倫總統的論點 有什麼不一樣 這點也是他必須接下來 要面對的話題 要把他兩岸中美台三方的關係 給釐清清楚 這也是他的難題之一 還有一個更關鍵 就是撒卡都 那麼現在已經確認 如果侯友宜出任 擔任國民黨參選的總統候選人的話 跟賴清德之間來PK 藍白和加起來的可能百分比 好吧55百分比 綠營是 現在是站出來 我們看到畫面上 侯友宜跟朱立倫 要看看現場畫面嗎 接下來 桃園市張善政市長 桃園市張善政市長 歡迎 善哥我們繼續努力 要桃園也要一起打批 再來 新竹縣楊文科縣長 顯然現在是用北北基陶的首長一起同時 跟侯友宜站在一起的方式 朱立倫把侯友宜介紹出來 就是要正式徵召展現氣勢 而這樣的氣勢裡頭 當然因為少了盧秀燕 就是北北基陶各縣市 國民黨所指針的縣市 一起站在一起來展現 接下來要前進2024大選的這樣的氣勢 所以來聽聽朱立倫 他對於這樣子今天的結果 要怎麼發表看法 待會兒馬上回來 如果有最新的談話 但無論如何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個選盤 藍白和加加如果要55 因為基本上綠營的基本盤都在4成左右 如果加上中間選民最多最多拿到45的話 那麼藍白和55 問你是現在藍白有沒有可能和呢 尤其是侯友宜 正式出現了之後 蔣萬安在選台北市場的時候 得票率是4成2 韓國瑜選總統的時候 得票率38.61 藍營的基本盤大概4成 了不起目前是這樣 那麼要跟民黨PK 也要4成5左右才行 那柯文哲難道要低到 只剩下18幾壓到 本來目前所有民調 都是有兩成的得票率 連黃珊珊出任 她還不見得是民眾黨的身份 也不是柯文哲本身 她就拿到2成5了 所以接下來有沒有可能 所謂的在野整合可以發生 然後才有可能 在2024大選的時候獲勝 朱大怎麼看這個結局 現在看到大家 國民黨要展現的團結 坦白講這個氣勢看起來很弱 就我不知道 就這明明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你把憲勢長通通拉出來幹嘛 大家罰站嗎 定於一尊就一尊了 你台上放那麼多尊是幹嘛 吃Buffet嗎 就我有 因為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我剛剛真的是猜錯 我想說就是請侯友儀出來 結果他跟諸如此類站在一起 結果後來怎麼講完 然後又跑出來 然後後來張安正又跑出來 我先這樣講 這個廟裡面的神不能太多尊 不然那個焦點會移開來 對朱立倫來講 可能他也想要珍惜這是 他人生可能最高光的時刻了 也就全台灣人這麼注意他 也就這一個瞬間 今天中午過晚就沒有了 所以請朱立倫好好的珍惜 我覺得我個人看這件事情 我有一點替國民黨擔心 因為現在不管是國民黨 或民進黨的選情都很悶 悶是為什麼 因為兩個候選 現在確定了嗎 兩個候選都很無聊 這個侯友儀是一個 沒有當醫生的賴清德 賴清德是一個 跑去當醫生的侯友儀 這兩個人講話也不會有金句 政策也沒有區分 到時候民眾 到底要怎麼決定你的投票 我跟你講光就核式議題 或是核能議題 侯友儀的立場到目前為止 其實跟民進黨一模模一樣樣 甚至連王美華就同子嫌說 我們合一合二要演議 王美華說那都是新北四海人 我也沒看到新北有什麼樣的掙扎 或什麼樣的能力可以解釋的時候 原來你出來競選 你必須要把自己的立場 跟民進黨分開來 我不是說逢民必反 逢到民進黨必反 而是你要有不一樣的論述 人民在投票的時候才會想說 因為你照顧我所以我投給你 因為在你的這個治理下 會比較未來 可是目前以侯團隊 跟整個國民黨的論述而言 我真的看不出來 我不知道這兩個黨 現在要怎麼差別 戰爭與和平之前是一個 很好用的議題 怎麼也不打了 好像連賴清德開始在搶和平 他說我們也要和平 我們這個和平在有主權的狀況之下 才有和平 國民黨的論述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我一直認為落跑沒有問題 落跑從來都只是大家作簡自負 只是最後要問的是 侯儀到底什麼時候要開始請假 這個才是最麻煩的一點 就是現在五月中 那你接下來六個月要競選的時候 你什麼時候要暫時開始競選行程 還是你又要空空的告訴我說 我們就繼續競選 不會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你看到國民黨 這樣子的一個氣氛的時候 我有點擔心 他能不能夠在全台團結 重新過去沒有那麼支持他的地方勢力 而又要當新北市長 我覺得這個事情很難兩面討好 跟我剛剛想的一樣 我以為一開始就會立刻正式宣佈 我以為他馬上就休假 就請假 是 我可能正式宣佈說 馬上就是 我們曾招惠有儀 然後讓他來好好講論述 結果結論是 好多人排排站站在台上 那麼當然大家現在剛剛都在關注的是 柯文哲的動向 所有人都認為說是不是 柯文哲要合作的話 最有可能是跟郭台銘 而現在郭台銘已經退讓了 他已經表示大舉為重 尊重 現在柯文哲的動向又如何 藍白河現在還有可能嗎 寶貞 今天柯文哲主席也是在 中午的中央委員會 也正式的被提名 所以以前我們的柯主席 然後包含恭喜侯友宜市長 就是正式的被徵召出現 其實老實講 我覺得大家現在還滿期待 就等於說各黨的總統候選 都底定了 我覺得接下來其實最主要的應該 就是在政策論述的部分 怎樣可以去獲得選民的青藍 我相信其實很多人還是很好奇說 到底兩個政黨之間在野勢力 到底有沒有可能會來進行合作 其實我覺得就像柯主席所說的 因為其實兩個政黨之間的DNA 真的差滿多的 你說到底怎麼合 而且真的合作之後 我們的支持者能夠接受嗎 其實這都是非常大的問題 你可能說那我好我去合作 結果我們的支持者跑掉 那人家那也沒用啊 就是那就已經完全就是 不是原本大家所期待的 整合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的確是 接下來在政策論述的部分 大家可以拿出來做討論 那應該是在理念價值上 有一些議題 有沒有機會來做合作 而不是說搞得好像 我們權位要怎麼樣去做一個分配 我覺得其實對很多的中間選民 或是年輕人而言 他們不喜歡看到這種很舊有的勢力 或是很傳統的政治那種包袱 黑箱政治啊 紛章啊 大家最討厭民進黨這樣 然後你還這樣 誰受得了 所以其實在520的時候 當天我們的康文哲主席 也會正式的開場記者會 來宣布他的一些政策 政策說明會 那我相信這件事情其實 大家接下來都會看 到底各黨派之間 提出來的論述 到底有沒有符合 現在民眾的一個需求 那當然我覺得是 其實現在比較特別的是 年輕人比較不會去談氣爆 就過去可能大家就會覺得說 好像誰有可能就不會贏或什麼的 那我就投給 那個看起來贏面比較大的 但我覺得其實現在年輕人 比較不會這樣子去做 比方說好了 我們自己的支持者 其實他們甚至都會說 即便知道 柯文哲有可能不會贏 但我還是堅定要投給他 所以這是我們的支持者 還有包含我們的年輕人 的這些支持者 他們所跟我們說出來 所以我們覺得 即便我們接下來知道 會有很大的不容易 或是很大的難關 必須要去做克服 但我們還是會支持下去 然後我最後再補充一個 我真的覺得 落跑這件事情 其實不用特別去打 原因是什麼 因為賴清德副總統 連他的中心思想都可以落跑 他到底有什麼好說 他過去在很多的職位上 哪裡有利哪裡去 然後包含他自己現在中心思想 原本的台獨 喊得正天響 喊得這麼大聲 任何職位的變換 都不會讓我的台獨思想 有任何改變 你現在有沒有改變 那現在變成 好啊 我要兩岸和平 我覺得是兄弟之邦 落差那麼大 連中心思想都可以落跑了 你有什麼資格說別人呢 保證說這個民眾黨的DNA 跟國民黨實在差太多了 但現在比較有意思的是 在兩岸論述上面 的確侯友宜現在提出來的 跟賴清德比較像 比較分不出來 你覺得今天郭台銘正式表達 尊重 某冰島 接下來還有怎麼樣整合的力量 甚至跟藍白河的可能性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42天前 郭台銘 他突然宣布要參選 那在他沒有宣布之前 其實國民黨大致上已經決定 就是 因為他那時候就是照侯友宜人 那個在部署 那要等侯友宜在總執行結束以後 大致上宣布 所以那時候都在等新北市的開議 那開議當然 因為一言第一次當選 你總不能不讓他總執行以後 所以早就在等侯友宜了 郭台銘只是被騙了而已 他不是被騙 因為郭台銘是自己主動來 連國民黨也不曉得他要選 今天 今天侯友宜 他已經跟這個女生訂婚了 他們要結婚 突然這個男生平平平來狂追 最後沒有追到說 你怎麼可以不理我 沒有嫁給我 這個不對的 我老實講 比如說他自己一廂情願 你這個意思嗎 他開始去找王金平 然後給國民黨下通締 說國民黨必須給我一個時程 一個說法 是不是 大家記得 那你不是黨員 那人家已經訂婚了 人家至少是黨員 是不是 所以 當然我不是要講郭台銘不對 因為任何人都可以表達 當你國民黨要採徵召的方式 柯文哲也可以來要求國民黨徵召他 徵召 你無黨 沒有任何黨都可以 對不對 可是 你今天是一個這樣的場景 你自己基本應該知道 那下來 下來國民黨的方式 絕對只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民調 第二個我一定問所有縣市首長 因為他們是地方要操盤要負責扶選的 第三個我一定問所有的立委 因為立委是小雞 你是母雞 他跟你搭配在選的 那這些人的意見 就這三種的意見出來 產生了就是佛友宜 不用講 一定是的 因為很多事情 你黨要去扶選的時候 有時候是 這個候選人是很難掌握的 郭台銘看起來很有自信 其實過程當中也都很努力 因為他周遭的那些人 一直給他這樣的訊息 結果說我們這個就可以 這個訊息是很強的 包括那個 黨主席的很親近的人 到昨天上午都認為 依照他所知就是郭台銘 你知道嗎 昨天我一個朋友在 某一家銀行剛好碰到 跟那個黨主席非常親近的人 他說就是郭台銘 然後我那朋友打 我說會這樣嗎 其實我們很少所知就是 我講這個人是 幾乎可以代表朱立倫的 我講的 但是我不要講的是誰 就是說幾乎可以代表朱立倫 還有這麼大的分歧 是不是 那我一講這不得了 但是我說 據我所知不是這樣 因為你看整個順序 看我們跟縣市首長 或者那些立委的那個 大家都希望是侯友宜 比較好打 那當然因為郭台銘 很多人給他這些建議 那有些人是希望說你出來選 你要選出了再跟國民黨分類 對我們有好處 就像四年前一樣 有些人呢 有些人是希望說 你再去弄一弄 如果國民黨不提議 你再跟柯文哲再來合 對國民黨也是一個傷害 現在保持了風度 有沒有可能最後還是再來個郭柯和呢 那我覺得這次比較不會 這次比較不會 因為 郭台銘這次出來很大的問題 就是被人家質疑你的信用 你四年前說要挺韓國瑜 結果沒有 甚至你是有扯後腿 他那時候譬如說去挺柯文哲的秘書 李靖瑩 結果害林金傑露選 獨成 那他去請親民拿的 初選的時候 本來林金傑還挺他的 林金傑這次很挺他 對不對 大家講林金傑其實很過意識 你知道嗎 因為林金傑跟侯友宜交情很好 他是市長 他是議員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那時候所有這些東西 郭台銘甚至去挺親民黨的 對不對 然後讓國民黨的秋風搖 再綜合露選 就每個地方你都可以看到 可是這次很多人給他 很錯誤的訊息 他覺得說我的機會很大 那這些人當然各有鎖圖 有很多是我們認識的朋友 他們認為怎麼樣 他們認為我們既然操作高宏安 可以讓高宏安當選 高宏安在新竹本來是不會當選 大家想一定是國民黨或民進黨 怎麼會是高宏安 可是他們用一個很巧妙的方式操作 國民黨大擠來投高宏安 這是一個實際情況 另外一個就是 苗栗國民黨提名 結果是被中東景拿下了 對不對 那大家他們也認為說 我們可以這樣操作 可是今天大家看 全力在苗栗支持中東景的 原來的縣長 習耀昌 然後他最後決定他要選 苗栗有兩席立委 他要選國民黨立委黨內出選 我們跟我們得先聽一下廣告 休息一下回來 因為現在口有一陣要講話了 但待會兒如果他有一些談話 比較重要的重點 我們再隨時幫大家補充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今天的節目主持人李作恆 首先來邀請這一集 要參與我們討論的來賓 資深媒體人康仁俊 做得很好 大家好 立法委員王鴻威 做得很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陳輝文 大家平安 好 馬上來關心 在今天當然就是 國民黨重磅的消息了 因為確定要來徵召提名 新北市長侯友宜 要來參戰2024的總統了 我們看到其實在今天 整個常會上 是當然希望說可以營造 一個大團結這樣的氣勢 那麼侯友宜他自己也隨後 馬上就來發表了談話 他先強調說 如果參選就一定 目標是要慎選 希望可以讓台灣 再次的政黨輪替 我們先來聽一下 侯友宜現在他有發表 最新的說話 他跟你搭黨參選可能性高嗎 國統市場是我們一個非常敬佩 對國家在經濟做出貢獻的領導人 我們期待未來在他的專才 能夠為國家為人民做更多的事 我擔心說下午的場面很難堪 要怎麼樣說服挺郭派 跟挺郭的中常委來支持 其實我一生有改變的信念 就是責任來了 我一堅承擔 義務反顧前一負 守護國家守護人員 剛剛這是他在上午的時候 發表的談話 不過你看到他其實當時還沒有鬆口 那麼在下午正式提名之後 侯友宜他有最新的整個說明 我們來聽一下 謝謝郭台銘董事長 在經濟上做之巨大的貢獻後 為我為民 團結大家一起來打拚的精神 我個人不但敬佩 更願意團結在一起 攜手並進 我們必須大破大力 再次讓政黨輪替 再次讓政黨輪替 救國家 救台灣 我們要展現 破五存桌的捷信 守護中華民國 愛台澎金馬 這塊土地的人民 是我一生唯一的信念 永不改變 團結盛選 當然大家都知道這個道理 可是接下來怎麼團結盛選呢 不知道大家剛剛聽到這兩段話 怎麼想呢 我們看一下 因為其實在上午的時候 侯友宜當然雖然說還沒有正式的被提名 不過他其實還是沒有直接回答到說 未來到底要如何來整合這個挺郭的力量 那麼現在也傳出說可能郭台銘會很不滿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一次我們看到他非常積極希望爭取提名 那麼媒體人黃光琴就爆料說 就是因為朱立倫他曾經跟郭台銘說 如果侯上來的話 朱立倫什麼都沒有了 就是因為他這個說法 所以讓郭台銘一直以為說 朱立倫最後會提名的是他 所以這難道郭台銘是被騙入局了嗎 好 那在今天呢 其實下午的常會 因為其實大家都已經知道說 今天就是會來出途這個人選了 那國民黨要營造大團結的氣勢 可是盧秀燕他在今天卻沒有出席常會 那他的解釋是說市政行程非常多 尤其是現在終結的工作還需要善後 所以他才會向國民黨中央來親自的請假 所以現在看起來 侯友宜他雖然說獲得提名了 可是未來真的這個隱憂還不少 尤其是過去藍營基層對他可能相當不諒解 像是在2020年韓國瑜選總統的時候 就被說他沒有真的來力挺 還有在四大公投不表態 過去這也讓黨內對他是有蠻多不同的雜音 那為了未來要如何來撫平黨內呢 現在還有說尤其你看到侯友宜過去 他批評這個地方派系這件事情 那和地方派系疏遠這件事情 可能會是他未來的弱點 有藍營地方人士就說 因為侯友宜長期待在新北市 他跟地方派系沒有淵源 未來他當然也需要郭台銘的幫助 可是郭台銘要怎麼樣才會真的幫他呢 那所以郭台銘今天也有被問到說 會不會出席常會呢 那現在郭伴也說 他就說確實是沒有受邀的 因為本來大家認為說 會不會在這個場合上呢 就來營造說 現在郭台銘也是力挺的 可是最後確實郭台銘也沒有出席 那國民黨的解釋是說 因為提名場合是中常會 所以郭台銘本來就不是黨籍的成員 確實也沒有特別的邀請郭台銘 好 那在這個 會不會是因為擔心說他如果出席了 那可能反而天更亂了呢 而郭台銘在侯友宜 準備要確定這個常會要開始之前 他是先發了一篇文章 他說他會盡最大努力支持侯市長 那他也恭喜侯友宜 可是現在手握2024的入場券 可能恐怕未來他在選戰上 這個三角都的情形之下 你看到柯跟郭台銘有沒有可能再搭檔呢 那這樣一來他們可能就可以吸到淺藍跟淺綠的票 那當然對賴清德來講 他拿下綠營的基本盤 侯友宜會不會變成是反而落到第三呢 其實我們看到整個提名的過程 其實從一開始大家都在說 這感覺一開始就確定是侯友宜了 難道說現在國民黨的黨內提名 還是必須要透過一個模式是 我要先喊出說我要才有機會嗎 你看到謝龍健他們也說要爭取不分區 他現在就掀開這一槍了 那說藍軍現在也力挺他 像是台南市的議員 就說很希望謝龍健可以來去選 那民進黨就批評謝龍健說 會不會落跑未來去選市長呢 他也幫他解釋說想太多了 不過你看到謝龍健 他一宣布要堅取藍營的不分區 當然這個疊得陣營的人就諷刺說 這是去全台丟臉 先請教洪威姐 這個今天確實侯友宜已經被提名了 但是未來有沒有可能 這個郭會跟他來合作嗎 那藍營要怎麼樣解決這件事情 其實老師說 今天整個到目前為止的發展 事實上都讓我們一塊大石頭 心裡一塊大石頭 事實上是放下來了 第一個完成了徵招提名 第二個大家最擔心的是 在這個徵招提名之後 會不會有破裂或者不團結 或者有人負氣而走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今天郭台銘董事長 他的今天中午的臉書 非常非常重要 我必須講 其實包含我還有我們很多的公職人員 都非常非常感動 在這麼一個艱困的狀況之下 我們當然了解 就是郭董他的籌備 整個競選的時間非常非常短 那也是因為外界有很多壓力 希望國民黨趕快趕快決定人選 因為記不記得本來是說六月份 可是大家說不能等了 不能再等六月份了 一定要五月份 五月底之前一定要拍板定案 所以當然也大幅壓縮了 這個郭董事長他的一個 競選的空間跟時間 那所以就如同剛才做橫所說的 他的整個的今天的臉書裡面 非常重要第一個他恭喜侯友宜 第二個他說他還講到說 侯友宜是KMT就是 國民黨裡面最好的一個人選 第三他說他會信守承諾 盡一切的力量來幫助侯友宜勝選 那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是不是有點小遺憾 因為今天在最後徵招提名的時候 沒有辦法看他們兩個人手舉起來 那當然這裡面就是 因為國民黨黨中央並沒有邀請 因為他的理由是說 因為郭台銘 郭董他並不是國民黨員 那當然也許另外一種考量是說 希望今天的焦點全部都在 這個最佳男主角侯友宜的身上 也許是這樣的考慮 那但是郭台銘 郭董今天的臉書 事實上 讓我們事實上是非常非常振奮 而且真的非常感動 至少這代表 國民黨是團結的第一步 那當然我們也看到 比如說南投的議長就說 隨即就宣布要退出國民黨 那我認為這都是小插曲 因為最重要的就是主帥 如果主帥都可以表現出 無私無我 顧全大局 以國家的前途為唯一的目標的時候 其他人的一些反彈 不是說反彈不重要 但是我覺得可以透過候選人的去努力 是可以去達成這個目標的 比如說有人講說地方派系 很多人說地方派系不爽侯友宜 說侯友宜你平常也沒有在幫我們 然後我跟你也不熟等等之類的 所以這次因為郭台銘他去走地方 受到非常多的歡迎 可是我直接跟大家講 政治非常現實 大家想看 這幾年 國民黨的地方派系 被整成什麼樣子 我直接講台中的嚴家 到現在 嚴寬恨一講說他要參選 你看所有這種司法的大型 都伺候你對不對 包含雲林的張家 那麼在國民黨的地方派系 這幾年事實上是被修理得非常慘 所以今天在整個2024的選舉 說實在 除非你想要帶槍投靠 投靠誰 投靠民進黨 否則的話 你是不是大家也必須要去團結 去贏得勝選 不然的話接下來 這些派系只會更慘 我並不是說放狠話 但是我覺得今天我非常非常的 謝謝郭台銘 做出這樣一個有智慧 而且大氣度的決定 那至於其他台教的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去體會他的心情 政治上常常會這樣子 做教的人想要下來 台教的人不讓他下來 常常是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是我覺得面對大是大非的時候 這些台教的真的 該要 該要放下 也要放下 讓這個做教的人 有這麼好的一個聲音 結果你還要把它舉在上面 這樣子搖晃他 這是不對的 再來 輝文哥怎麼看說 因為其實確實基層對侯友宜 可能聲音也是滿多的 這樣子侯友宜這個選 怎麼選下去呢 聽到王鴻威學妹講的 我都懷疑王鴻威是不是換了一個人 跟地方派系梳理是侯友宜最大的優點 地方派系是國民黨的獨流 南投的議長就是抄襲論文 王鴻威你不是一直說林志堅抄襲論文嗎 今天還在開記者會 南投的議長退國民黨 不是剛好而已嗎 你不退我都想叫他退了 你退什麼退 你中邪 我不是說你中邪 我說那個議長中邪 你抄襲論文還理直氣壯 要退就退 那種就 這個很多人都說 侯友宜在南部沒有票 他是嘉義人 他在南部會沒有票 你們到底在想什麼 不過對侯友宜剛剛這個 李卓人播給我們聽的這個代表 他政黨輪替喊了一次 中間又第二次 又第三次 他連喊了三次政黨輪替 這到底是誰寫的稿子 這個三立的主播 跑去幫賴清德的發言人 我在這邊推薦侯友宜 找李作恆去幫你寫稿 李作恆有寫出一本書 是專門在教人家寫作文的 這個稿子寫得真的是很差 我們看國民黨的文傳會在幹嘛 我也不知道這個單位 既然還有在運作 他剛剛發了一個新聞稿 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說 到底侯友宜贏多少 這個是民調 很多人喜歡看民調 密密麻麻的 我就不唸 因為很無聊 這各家的民調 還有我們TVBS的 一大堆民調 說民調是猴領先郭 然後縣市長 國民黨縣市長 這個人數你看這麼懸殊 也是猴領先郭 國民黨的立委 這個也是這麼懸殊 也是猴領先郭 你寫在幹嘛 你不是都已經掙扎猴友宜了嗎 這些會讓郭台銘 心情不美麗的東西 你就不要再講 對 真的 你都已經掙扎好意了 你再拿這個出來是要做什麼 你是要讓郭台銘看得更火嗎 讓那些 剛剛李作人講說 那些就是抬轎不想 就這樣結束的人 他說你看 國民黨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奇怪的一個黨 我有三點做我的結論 第一個 這個很多友台 都是那種居心不良的 我上個禮拜就跟各位講的 第一個 不會換猴 因為今天已經是徵召何偶儀了 假設今天徵召的是郭台銘 也不會換郭 國民黨不會走2016的回頭路說 把候選人換掉 朱朱姐真的是委屈的 朱朱姐好久不見 第二個 沒有被徵召的人 我們現在都知道 沒有被徵召的人是郭 郭也不會再演2020的鬧劇 就跑去跟柯文哲勾勾搭搭 然後自己想要參選什麼的 也不會 就像剛剛王昏威委員講的 郭台銘現在目前的風度表現 其實是非常好 這是我第二個預測 第三個 就回應剛剛李作翰講的 請大家相信我一次 你也可以問他還有半年多 我可以很大膽的告訴大家 國民黨徵召的侯友瑜 他在接下來的各種民調 撒卡都的民調 他不會是第三名 怎麼可能第三名 國民黨落水到民調到第三名 我這樣講很抱歉 我認為做出國民黨總統候選 第三名的民調 我都懷疑是假的 怎麼可能國民黨 國民黨爛到會第三名 好有遺憾政黨輪替的意思是什麼 是國民黨要拚第一名 選舉沒有人在拚第三名的 我不相信國民黨會爛到第三名 希望國民黨 如同剛剛王昏威委員講的 這個時候開始團結起來 要達到政黨輪替的目標 當然現在國民黨要力拚 當然是要能夠勝選 不過我們就看到 這個國民黨的議員葉元支 他現在就喊說 當然希望可以促成侯郭沛 另外他還提到說 韓國瑜未來可以去當 不分區的立委 如果國民黨 可以獲得比較多席次 那這樣韓國瑜 還能夠去當立法院長 任俊哥 其實我老實講 我個人是覺得這種 所謂分配性或者是 先喊先贏的這種做法 我個人是非常反感 我相信國民黨內很多人 也不喜歡這種方式 你說 之前你看傳出來講 說什麼郭台銘如果 希望他不要繼續選下去 讓他去不分區 還可以當立法院院長 現在郭台銘退了 立刻跑出來一個講說 那就換韓國瑜好 我不知道國民黨在想什麼 這麼多人可以換 每個人都有位子 院長是八個是不是 還是可以大家輪流 所以我想 OK啦 我相信輝文哥講的 就是說 其實你從這一站到目前為止 看得出來國民黨有一些人 很刻意在一些議題上面 做操作 這個操作到底對於 這個不管是郭台銘之間 或者是侯友之間 到底是正向的幫助 還是一個負向的幫助 不然到今天 你要真的 我認為他今天是試圖 想要去說服那一些人說 我告訴你 你的民調就是沒有這麼好 可是前不久也才 剛剛有人放話說 不要去做那些 參考那些所謂置入性的民調 那時候就已經被認為 你是在針對郭台銘了 今天還包含到說 到底是不是有邀請郭台銘 出席這個今天下午中常委 我必須說 國民黨的發言人 公開的講法是說 因為郭台銘不是中常委 他被納進去民調 對 問題就在這個 你今天不是要宣佈參選人嗎 你今天宣佈參選人 你是不是要把遊戲規則裡面 你說未來再擇旗 找一個適當的時機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在座 可能有些人認為 還有其他時間更適當 但我個人認為今天時機 是最適當的時機 今天時間點是最好 你以為今天所有記者 擠在國民黨中央黨部 是要看侯友宇跑出來說 我被徵兆 不是 大家想看到的是 郭台銘怎麼面對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展現了 剛剛宏偉姐講的那個說 他展現他的大氣 他告訴大家講說 我用新聞稿來告訴大家說 他會信守他的承諾 我特別看到那幾個字 因為外界會質疑說 他會不會用年輕氣盛 但是如果郭台銘 有這樣一個方式 結果現在看起來 後來國民黨還 你知道還有報導講說 其實還有黨內人士表示 其實有約 但人家不來 所以我們只好吞了 就說是我們沒約 你們放這種新聞的 真正意義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如果好 今天侯友宜出現了 請問未來要去整合 是由黨中央要來負責 還是由侯友宜要負責 我認為這些東西 其實黨中央可以做得更圓滑 而且可以做得更好 我只是覺得說到今天為止看起來 到後來居然琢磨在說 你看我公佈民調給他 昨天就已經有媒體在放了 說你郭台銘不要只參考那一些 不是很可信的民調 其實就已經有相關的人 在放這些 今天還繼續再來打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 可能對於這些人來說 郭台銘展現他的大器 但真正支持郭台銘的人 你看多少人去注意力委員臉書去 可能他們那些人 可能也不見得是會 投給國民黨 搞不好是反串的 但現在重點就在於是 有時候不是做教的人 要不要下來的問題 而是你後面那些支持者 願不願意到後面就說OK 我願意跟隨你的腳步 一樣信守你郭台銘的承諾 我覺得可能對國民黨來講 那會是他未來要去面對的問題 所以這個侯友宜 國民黨兩個挑戰才要開始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